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我要來介紹大家日式桃子燒 那我們介紹五種口味 我一個一個吃給大家看 這是巧克力口味 它原本大概長得是這樣 這是日式桃子燒 然後這是奶油口味 然後還有 這是巧克力口味,一樣的 這個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從外表看不出來它是什麼口味 所以有一點 其實如果以後你要買的話 你可以請它分類一下 或是你買同一種口味 不一定每個口味大家都喜歡 因為 因為 像是這個奶油啊 跟紅豆 呃...他們的味道 其實是跟那個車輪餅差不多 然後 這是抹茶 我吃一口看看 嗯... 抹茶這個 它不會像 完全的 那個... 濃縮抹茶那麼濃 這個 它有稍微把那個餡料淡化一點 比較... 好入口啦 因為有... 其實真正的日式甜點啊 有時候太甜 台灣人很不喜歡 或許南部人喜歡啦 應該也不會啦 我上次去 高雄的時候啊 我吃...吃那個什麼 欸... 鱔魚意麵 然後那個鱔魚意麵啊 我就... 點了之後 然後坐下來 然後那個... 我後來就聽一個當地人啊 他就跟老闆點了一個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老闆 鱔魚意麵半糖 我說 為什麼意麵要半糖 然後結果 那個意麵一上來啊 我都吃了一口 哇靠 那個... 台南人真的是 那個... 螞蟻之類的吧 哈哈... 好... 我開玩笑 不要引起那個... 南北戰爭 然後... 他們有一個新口味 是起司口味 然後... 他旁邊有... 流汁出來 這樣子我就看得出來 他是起司口味了 嗯... 我個人還蠻喜歡巧克力口味的 巧克力口味其實他有蛋化 要不然... 你整個巧克力下去包一定不會好啊 不划算啊 老闆成本一定不夠 啊不過... 雖然巧克力沒有那麼濃 但是... 他蛋化的也還... 蠻OK的 口味試裝跟... 其他的差不多 啊... 但是... 紅豆... 紅豆泥就沒有蛋化 因為... 紅豆泥就... 很便宜吧 然後... 那個... 奶油啊... 也是跟車輪餅一樣 也沒有... 很蛋化 這起司啊 我有看到他做的時候啊 他是... 直接把整塊起司包進去的 呃... 那就... 很實在啊 所以這個比較貴 而且其他的啊 他都液體狀了 這個是固體狀的 然後... 這是... 有點鹹的 其他的都是甜的 我拿一下... 包裝給大家看 那我也不做什麼廣告文 所以我會把... 一些東西遮掉 嗯... 桃子燒還不錯啦 就是... 我個人是不喜歡吃甜的 但是因為他不是很甜 然後... 你嘴殘的時候來一口 嗯... 保證你會真胖 沒有啦 那... 呃... 就是... 你嘴殘的時候可以吃... 吃...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吃太多 因為這個其實熱量也很高啦 嗯... 反正大家記得 吃完要去運動 然後... 多消耗一點熱量 你才可以吃更多 嗯... 好... 那就這樣 謝謝大家